经历多年战争的也门长期面临饥荒危机 根据联合国的报道 也门有超过2000万人需要人道救援 其中1600多万人面临食品短缺 5万人在垂死的边缘得靠援助才得以生存 不过也门人道危机高级别任军会 今年筹获的款项不如预期 远远低于目标的一半 联合国坦诚这个结果的确让人失望 呼吁各方重新考虑行动 协助也门多年的饥荒 今年的也门燃道危机高级别 认捐会是由联合国瑞典和瑞士共同举办 需要38亿5000万美元 大约156亿令吉才能够应付 也门人在人道危机所需的资源 目前当局只筹得16亿7000万美元 也就是将近67亿6000万令吉 远远低于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削减援助就等于向也门人宣判死刑 为了解决也门的饥荒 当局不排除在几个月后 再次举办也门人道危机任捐会